大家好,我是刘雪华,今年31岁,我是浩克的山东人,我一直从事于公关市场活动这方面的工作,今天我到这里来,也是希望找和公关活动市场传媒有关的相关工作机会。 有一点遗憾,我没有很好的学历,但是我觉得在机会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因为我曾经效力于中国最好的公关公司,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就是用心尽力,我希望今天的各位能够支持我,谢谢你们。 好,欢迎雪华,你刚才说到你有什么特别让人羡慕的工作经历是指的什么? 曾经效力于中国最好的公关公司。 什么公司? 蓝色光标,在我心中是最好的。 有名吗?惠普? 说蓝色光标是全国最好的,出去以后播出就会被其他公关公司骂,会打死的。 应该算是中国一流的公关公司。 在我心目当中是最好的。 叫蓝色光标。 对。 那你在那个公司做什么? 我一直,我一开始是做普通的客户经理,做了两年之后被公司提升为这个部门的经理。 这份工作做了多久? 做了四年零一个月。 为什么不做了呢? 因为当时我有了宝宝,然后就是血压偏低,在办公室晕倒了三次,就是反应的很厉害。 所以经过考虑,我觉得辞职是对工,就是不想再拖累工资,也不想让家人太担心。 所以我不得已离开最喜欢的工作。 你是回家,接着带产,然后生孩子,生完孩子之后,现在孩子多大了? 现在孩子两岁半。 两岁半。 这两岁半就,这两年半,将近三年的时间就一直都没有工作? 宝宝五个月的时候,我开了淘宝店。 淘宝店? 对,卖小孩的衣服用品。 现在自己在家经营淘宝店? 对啊,对。 那么开的也不错吗?流水有多少? 就是换季的时候有五万的流水。 挣多少呢? 百分之三十左右。 百分之三十,五万,百分之三十,一个月挣一万五了。 对,一万五。 也还不错吗?为什么要出来找工作? 我经营的是一个品牌,现在随着这个品牌的成长性,它现在对网络销售有一定的要求,就是会经常会断货。 明白了。 对。 所以虽然你们会不爱听,但是我还是得说,淘宝店,做倒了。 对,对,对。 是,是,是。 今天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我想找,还是和,就是,活动。 活动策划。 对,这方面的,相关的。 好,这就是刘雪华。 大家对刘雪华有一个初步的印象和认识。 人生的不同阶段,在做不同的工作,现在到了人生阶段转轨的时候了,对不对? 到了重新回到社会,回到工作当中的时候了,于是来到了非你莫属,面对十二位。 十二位,你们会让他继续,还是离开,请选择。 凌晓离开了。 还有十一位,你要证明,天生我有财。 这里面的天生我有财呢,是因为有一些照片,就是他自己因为做淘宝店嘛,所以有一些设计,大家看看。 就是我,我呢,我们针对的都是女性,就是我和我的好朋友,就我们还有一个化妆品店。 所以呢,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想为女性朋友,就是送一个男朋友出去。 所以我们就想,就是想出了这个很好玩的一个主题,就是竞拍男朋友。 这是干嘛玩的? 怎么玩? 这个是,就是为单身的漂亮的女孩子,就是拍个男朋友来约会。 怎么拍啊? 竞拍啊,一百块钱。 比方说,比方说这就,就这么一个男。 一块钱起家。 这男的是你们在哪儿找的呢? 是我们同事。 哦,是你们同事。 对对对。 你们把他拍的还挺帅的,是吧? 对对对。 然后往这儿一放,拍张照片,说谁和这男的约会。 对对对。 单身,一块钱,他就值一块钱,然后呢,这个慢慢往上拍,一百块钱是,对。 拍到了五千四百五。 成交的。 然后成交完了之后,说我买它了。 你买它了之后,这个就来北京和他约会。 那机票钱谁掏? 机票钱男朋友掏。 酒店的钱谁掏? 男朋友掏。 竹光晚餐的钱男朋友掏。 竹光晚餐也是男朋友掏。 神秘礼物男朋友送。 基本上这五千四百五就都折热了呗。 不够。 还有北京一日游呢。 哦,还有北京一日游。 最后有多少人参加这活动? 七十人。 有七十个人,从一块最后拍到了五千四百五。 效果也还不错。 拍它成功的这个女孩是二十三岁。 在哪里?在北京吗? 还是其他城市? 不是在北京。 其他城市的。 那那天圣诞夜真的飞过来了吗? 真的飞过来了。 哦。 真的飞过来了。 真的过了这个很浪漫的圣诞。 明天你把我拍了呗? 可以啊。 但是我觉得如果那拍三百块,你同意吗? 可以啊,没有问题啊。 行。 测试一下,有人多少钱买我过一宿,好不好? 三百。 那请问一下,请问一下,你们这个活动的目的是什么? 我这个目的,就是我这个目的当时的时候,就是目的非常的简单。 就是不知道我们这些80后90后,因为慢慢的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 我不知道他们的需求点是什么。 他们现在想玩什么,敢玩什么。 那我们这个活动结束以后,在开始的时候和结束以后,都收到了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的先后报导,给了我们一些评论。 其实我们没有特别的目的。 因为这个我们就是做这个活动是不赚钱的,就不是说为了赚钱。 就是为了好玩吗? 一开始是为了好玩。 这个男孩子我们同时,他是单身。 他急需要找一个女朋友。 那他呢,就是说,哪怕是一块钱拍买成功了,他也愿意,比如说,来旅行这个承诺。 明白了。 可是后来关注的人越来越多。 没想到这个事,就越做越好玩。 没有想到。 那我还想问一下。 好,来,我还想问一下。 因为你们不是一家公司或者机构,你们是个人的行为。 因为这个策划的话,有可能有很大的风险。 最后的结果,可能跟你们设计的可能会完全不一样。 甚至很危险。 这个你们有预见到吗? 我们有一个最保底的,就是如果出现了不可控的场面,我们最后下架。 其实他这活动一点风险都没有。 一旦出现风险,最后一个人拍的是他。 不是,如果拍卖已经结束,在最后的这个见面的过程当中。 他说的是拍卖都结束了。 有人出了一万,买这男的了,就是失控了。 满18周岁了,这个我们让他们自行解决。 对,18岁以后自行解决。 该不负责。 我能够特别强烈的感觉到,这个女孩并不像她表面上表现的那么柔弱。 她是一个内心极为强悍,非常清醒的女孩。 我觉得你气场特别强大,控制自己的这个语言控制最好的。 但是我觉得你刚才一个问题,我觉得不太对。 你连开蓝色光标的时候,你怀疑你去有低血压,对吗? 呃,我,我就是,其实说我没有说正式的去测什么,我有什么,有什么病症。 就是暈悬,就是暈悬站不住,就是那种感觉。 我想有两个前提,咱们国家劳动法对孕妇保护非常得力。 是的。 你当时愿意留在蓝色光标,或者让蓝色光标给你调到一个可以接受的岗位都可以,对不对? 嗯,是的。 你为什么毅然的选择离开,我觉得这对一个母亲来讲不对。 为什么?母亲儿子的确重要,但问题是以后还要养儿子。 主要的原因是,呃,我,其实已经被我调岗了,调到了就是一个不太,一个不太压力大的一个部门。 嗯,但是我觉得继续留在公司的话,对我来说是一个拖累。 呃,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先生当年正好调到外地去工作,我必须要在他的身边,他才放心。 其实我觉得,这个你可能第二个理由是真正的理由。 因为如果蓝色光标有你这么好的员工的话,今天你想再回到公开公关这个行业,我估计打一个电话就可以了。 是的,我昨天和我的前任老板也通过电话。 那你为什么不回去? 通电话的原因是我告诉他。 对,我第二个问题。 你为什么不回去? 好。 你为什么不回去? 我不回去的原因是因为公关公司属于乙方,那因为我在乙方就是等于是说工作了很久了。 想到甲方,想到企业这边来感受一些,感受一下就是甲方的份量。 你当年给人服务,太想当大爷了。 我跟邵刚一句话评价,他是我以前见过的面试者想自己的问题想的最清楚的一个求职。 是吗? 对。 为什么? 说句心里话,就是说一个母亲淘宝电话开不下去了,儿子在那正长身体的时候。 一帮人说蓝色光标老总在打电话,回去吧,咱回去。 他就是不想做乙方了。 老做公关的想知道做主控方做甲方,乙方甲方都做过的市场人员,是目前市场体系里最缺的人。 好。 所以他想的非常清楚。 谢谢惠普。 现在还有11位,大家决定是让刘雪华继续还是离开。 各位,这是你们最后一次的决定权。 如果你们让他留下,并且有超过两家,那么决定权将转移到刘雪华身上。 请选择。 惠普离开了。 乌海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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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职业其实定位非常之清晰啊。 是。 所以他刚才有讲到,他其实不想在乙方来做,跳到甲方。 但其实,我觉得很遗憾。 我们刚好其实是有这样一个高级市场主管的职位,现在是在招聘。 但我们偏偏是乙方,因为我们多数的活动都是要跟客户在一起开会来沟通。 所以可能不满足他的整个这样的职业定位。 好。 其实我问你为什么? 我的原因特点呢,我特别喜欢的。 但是问题是,这是明显的一个偏中高端的市场人才。 而我提供的是一个基层的市场主管的角色。 我觉得不match,不适合,所以就灭掉了。 好。 现在还有六位留下。 六位分别说一下,你们能够给提供的职位。 我们开了一个副业,叫我爱儿童团。 是亲子类的团购。 我们正好缺这个做策划,做推广。 还要做,选择什么样的商户,更让妈妈喜欢的这样。 就是这么一个职位。 好,来。 有这样一个职位,就是银行的客户经理。 也是日常跟银行客户打交道的这样。 和银行打交道。 好,黄刚。 波峰影音的市场部的PR经理,就是主要对我们的品牌进行宣传和合作媒体的对接。 郝宇。 那我可能对你的梦想有点接近,我可以让你做甲方。 因为我要延伸郝美鞋的一些护肤产品和彩妆产品,同样也会有髮廊和媒体这样子的项目。 所以说我会给股份给你。 对,做你的项目。 好,接下来沐妍百合网。 我们是一家给人带来幸福的这个婚恋交网站。 我们正好在招一个高级的公关经理。 就是这样的一个职位,我觉得比较适合你。 公关经理。 接下来是环球雅思教育集团,张永齐先生。 对,我们现在呢,因为今年在美国上市之后,我们投资有一个美国的科学教育的品牌。 目前在中国有20个店,应该在这个领域我们是number one的。 我希望呢,你能去做负责市场营销的副总。 职位都不错,但是跨的行业领域实在太多了。 这个时候,雪华,你要有判断力。 你要至少暗灭其中四家的灯。 谢谢您。 谢谢您。 只要看到有人往那个方向走,许怀哲就会专重的健身起来。 谢谢您。 再见,柳文亮。 谢谢您。 再见,王刚。 谢谢您。 再见,杭月。 惠普,当她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时候,我真的是由衷地钦佩你。 最后留下来的两家,百合网和环球雅思。 虽然内容差别很大,但是事实上,她选的都是她可能的长相之所在。 所以面对这样的下手的时候,就是你不用费尽心思去劝她。 劝也没有用,人家想得很清楚。 好,你现在和这两家谈钱不上感情。 我直接想问陆远总吧,那个就是您给的薪水大约是多少。 我们这样的那个高级公关经理,她大概是有一个范围就是在一万到一万二之间。 所以具体的就是说,定的这个数可能要HR来具体跟你沟通。 然后我们是每年发13个月的工资,还有所有的福利,还有带新的休假。 就是这样。 张总。 我给你提应大概十万年薪左右。 然后相关的福利,比如这个休假呀什么,这些都有。 动不动就过万。 今年的翻过年之后,这个行情不错呀。 15秒钟的思考,然后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百合网还是环球雅思。 我选择百合网。 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